天下一題 各位早安福光的觀眾菩薩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一樣分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在凡体制版的第十八页 我们按照师父 所对于人间佛教的体认 然后回应一些 一般人会提出的疑虑和问题 师父就分了这几点 我们来到第八点 师父提到说 人类社会是复杂的 每一个人是个体的 但也是原生的 没有离开众原而能存在的东西 这个宇宙之间都是彼此相互依存 但是凡圣境界不同 凡夫还是有人我分别的 好 我想师父带着我们去 观察这个世间吧 就不像传统佛教说 只管念佛 别的都不要想 别的都无关 就师父讲的 我觉得更能够引领我们在这么复杂的社会 如果说 你像说在古代 几百年前 上千年前 战乱或者饥荒或者是很辛苦 那个时候说什么道理去思考什么都没有办法 那就是真是一句弥陀天下匹迷 就念佛就好 其他的或者说就是求生西方就好 当时你可以用一种比较方便的说法这样子来引导 但是以现代来说 我觉得大家对于受教育也好 科技昌明也好 这种整个探索 生命探索 包含都探索到外太空去了 像这些 如果跟大家讲说 你什么都不要想 不知道都没关系 只管念佛 我觉得这个就很要看根气 看根基 个人的相应 但对于云云大众来说 我想师父还是带着我们客观的去做一个理解 说我们是个体 但是也是原生 就是说你这个个体的生命 讲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生命 但其实也是原生 也是因原生 因缘和合而有 因缘散了 就因缘灭了 然后往就改变状态去了 讲 所以这个 说没有离开众元而能存在的东西 说真的是这样 各位可以去想一想 有哪一样东西离开 就是说 它不是两个以上的因缘组成的 单一一个的可以存在吗 或者它会存在吗 没有的 一定 你去拆解 你说这本 这不是一本书吗 那书这是有纸张组合的 纸上面有印刷文字的 纸张从哪里来的 从一棵树吧 才有纸箱嘛 那树是从哪里来的 一棵种子 但是要知道一棵种子从哪里来 有种子就可以生长吗 没有阳光空气水 这些种种 所以只是一本书 我举例这样讲 我就知道 对是一个个体 但它也是原生的 对于这个缘起原生 这个大家常常这样子去思维 去理解 一旦某一个人跟你的关系 或者对你的态度 这些 有什么状况 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你要知道 它会这样也是原生的 你就懂得去看 我觉得这个 这个缘起法则 真的是 是太好了 带着我们去看懂这个世间 甚至于看破这个世间吧 这个 有一些人抓着一些表象 就是怎么样 死都不放 放不下 难以割舍等等 如果你用原生法去看 知道都是众因缘合合 因缘任何一个改变 它的结果呈现都是改变的 好 我们继续看 好 说这个宇宙之间 是彼此相互依存的 不过因为凡圣境界不同 凡夫呢 人我的分别 还是都是存在 师父下一段 讲了一段话 我开始看的时候 总觉得 那个谎言都是好听的 真实的话呢 有的时候 很直接 是不太好受的 比如说就这句 师父说 人世间 不会有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只是一个理想 我们人世间 当然在凡夫界 我们叫凡夫 造业不断 如果没有看破 这个生死轮回 没有一直去参透它 其实都离不开造业 所以怎么会有和平呢 造业肯定 当然有善有恶 跟别人的关系 有亲有远 有好有坏 那个就像连续剧 那个写剧本的人 就是自己嘛 你一直写 那怎么能不演呢 就是这样子 好 说这个就好像佛跟魔 佛的世界 跟魔的世界 其实都是分开的 所以啊 讲修行解脱 解脱 很重要这句话 解脱只能要求自己 不能要求别人 解脱只能要求自己 是你自己要解脱 是我们自己要解脱 所以是我们自己 要去理解 然后要去有所体悟 然后让自己的 这个生口意 慢慢离开贪嗔痴 而不是说 迷迷糊糊一天过一天 真的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贪嗔痴 陪着我们 黏着我们的 所以哇 这个要好好看 看一看这一些 你就会知道 真的不能要求别人 你要先要求自己 解脱 只能要求自己 不能要求别人 好实在的话 好 说外向的世界 不会和平 但自我的世界会和平 等于地藏菩萨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狱是不会空的 但地藏菩萨的 愿力广大 他心里的地狱 是会空的 他是会成佛的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藏菩萨 永远成不了佛吗 这是我们佛学院以前 辩论的这个热门题目 一方能成佛 一方不能 那真正的地狱会空吗 众生造业不断 他就不会空吗 众生会不造业吗 不造业的还会叫众生吗 所以当然地狱是不会空的 但是地藏菩萨他的大愿 他心中的众生 他发愿要度尽的 他心中的众生是可以空的 所以师父从这个角度上说 他是会成佛的 好 那所以啦 先度自己心中的众生吧 这个是我得到的启发 自己心中的众生 好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吧 好 在下一段 说 第九段 说 在我们认为 生命是个体的 对刚刚讲个体 但是这许多个体 也是统一的 也是有关联的 就是原生的 所以啊 在人间佛教的信仰里 没有时空的对立 也没有生死的忧虑 就是说你重点不是放在那里吗 当你心心念念 想的是要度尽众生 就是横念众生 就近来说 我相信有一些发大心 有体认的 也就是会发愿 要度尽一切众生 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 这句话白话说 那但是初学的人呢 就会觉得 我知道我先 先先 让自己好过一点就好吧 我哪里敢 那么大的念想啊 这个 没渡走 来找我麻烦怎么办 就会从我 自我的角度出发 那表示你还小 就像小孩子啊 扛五十几米 我哪里能啊 我要能抓上一把就不错了 就是因为你出入门 那个对佛法的体认还不足 如果真的慢慢的 在实际上跟我们学习上 就是理解上 相辅相成 一直在成长的时候 其实你会明白 其实是个体 但是也是 自他也是一如的 并没有对立的 所以 这一段呢 我觉得师父讲的其实很深 就是说 在人间佛教的信仰里 没有时空的对立 也没有生死的忧虑 那到底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所求得的 师父把它分 在消极上来说 跟在积极上来看 消极上来说啊 你至少 就是就像波尔欣经讲的 说 这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是你先没有恐怖 没有颠倒 没有沉沦 没有这个 不会破碎 就是 你至少是 在你的学习上 先没有这些负面的 但积极上来说呢 其实生命是可以 你不是说没有恐怖 没有颠倒梦想而已 其实他可以从积极上来说 他可以 更幸福 可以更安宁 更平静 更自在 更解脱 更欢喜 就积极面来说 所以最后 到最后啊 人间佛教的人生 生命都是在欢喜里 都在无限的时空里 都在无限的关系 成就里 但这一切都要在 人间佛教的信仰里 才能获得 就是你对 真正佛陀的本怀 就是人间佛教 你生活中的佛教 把佛法运用在 你的生命里头 你的真实的这个体征 这是人间佛教 在人间佛教的信仰里头 其实你可以得到 不是只有被 一直被 要讲说 你一定要这样 不然会怎么样 一般的传教是这样 但是师父讲的 在我们理解 人间佛教 它可以很自在 可以不断提升 而且在这个修行过程中 它是更加欢喜的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师父的一个创建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段话 说这是第十段 人间佛教不一定要去成佛 大部分你看 师父也带我们讲 我是佛 也讲人人有佛性 众生都能成佛 但是为什么师父在这里 又提出 人间佛教不一定要去成佛 不是叫你不要成佛 这其实是金刚间里头讲的话 你不要就好像读书 你现在在读书 你就是好好学习 而不是说我要成为博士 我要成为博士 我为博士这个title 这个名词 然后去读 其实不是的 你是不断提升 一直到达博士的程度 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说 我要去成为那个佛 不是 而是 那是什么呢 他说人间佛教不一定要去成佛 佛陀都已经说过 人人都有佛性 所以你已经有佛性了 你不用担心 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觉悟 在生活中 不断不断的觉悟 你从观察 这个通常我们是 很麻木的 就是随着境界 境界叫我们笑 我们就笑 境界叫我们哭 我们就哭 叫我们高兴 叫我们生气 我们就很听境界的话 但什么时候你可以看透他 那个表象 那真实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 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觉悟 当你一直处在觉悟的状态 那个状态一直保持到究竟的彻底的 那个状态叫佛 叫成佛 所以不是一直念 我要成佛 我要成佛 念佛 我要成佛 不是只有这样子 是让你的生活之中保持清明 不攀缘 不染灼 也不去造新的这些恶业等等 这些 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觉悟 觉悟自己可以调和自己跟外在一切世界 自己能统设自己和一切世间 所谓法界缘容 人间佛教认为 人间一切都是我的 一切也都是无我的 我与法界是可以融合的 也就是说 我与始法界众生是同体平等的 这师父讲到我 人世间一切 也像我们现在存在 时时刻刻 都跟我存在 这个设身 我们认定是有我的 也因为这样子 而辛苦而受苦 但实际上 对 有这个我的存在 但实际上是无我 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性 你有这个生命 它存在这里 但是你不能主宰它的 是无我的 那么所以 所以师父讲人间佛教的主张 说我跟法界是可以融合 跟始法界众生是同体平等的 这一点 就是我想下一次 再从这里再继续延伸一下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